男人会在什么情况下放弃一个女人 男人不会突然之间就想放下一个人 如果他想放下了 那一定是他累了 他有太多的情绪在心里积压了很久 无法承受 他不会因为一件事就轻易放弃 而是这背后积攒了太多的心酸和委屈 是他一次次的失望 到最后彻底绝望 男人从来不怕危爱付出 他怕的是你的冷漠无事和冷言冷语 是你的得寸进尺和理所应当 他一次次的为你修改他的底线 可是你却从来没有站在他的角度 为他考虑过 你不懂他 不理解他 不支持他 你享受着他对你爱的同时 却从来没有给过他任何回应 虽然他的内心早已经千疮百孔 他却依然在努力的爱着你 可是你的冷眼相加 最终只会让他寒了心 你要知道男人也并不是百毒不侵的 感情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付出 就会圆满的 感情需要的是彼此互相的信任 互相的支持 一段感情里如果是靠一个人去努力付出维护 那么这段感情一定不会走得太久远 只会越走越远越陌生 每一个选择离开的人都曾在风里站了好久 我说的对吗 就是不说了好久远得住 是不不不断吃的 寻 목远好久远下来说能不能停泊 反正就会越来往成就会越这段感情 我说婶败的十分之后 我说你们还有不能停泊 也是不不不成功运